现在我们要在小证据里面就实施一下基于JsonWebToken的身份验证 先打开我们的Wordpress网站的后台 再打开用户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添加要验证身份的用户 我提前添加了一个叫王浩的用户 可以打开它看一下 显示的名字的格式我们可以修改一下 更新一下这个用户的资料 现在这个用户的角色是管理员 在这个用户管理界面上选中这个用户以后 可以去更新这个用户的角色 这里面列出的就是网站上面现有的一些用户角色 不同的角色都会有各自的一些权限 添加新的用户角色或者修改角色的权限 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个叫Path的插件 如果在小程序或者是其他的前端应用 移动端的应用上面去使用基于JsonWebToken的身份验证 我们可以给Wordpress去安装一个JWT的插件 打开插件管理 这里我已经安装了一个叫JWT AuthenticationForWPAPI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需要去额外配置一下 在Wordpress身份验证JWT这个课程里 我们介绍了这个插件的配置还有使用的方法 在Wordpress身份验证JWT的插件 在Wordpress身份验证JWT的插件